2023年6月10號2點38 他剛剛密我說 我可不可以早點去 因為他們可能人手不夠 我想說今天禮拜六怎麼會只排他們兩個 就是他跟那個大老闆跟我呢 而且我是本來是6點才要去 現在快3點嘛 然後他本來叫我可不可以3點去 然後我查一下公車就不行嘛 就是我最早到應該就是3點15那邊 我就跟他講 他說好像那家要忙了3點半 所以我就等一下就要去了 而且這樣我這樣會跟他相處7個小時 但是如果餐廳很忙的話 就也沒有什麼機會聊天了 而且大老闆在那邊可能也不太能聊 而且最近我們那家店好像錢有不對 就是收銀牌的裡面的錢好像有不對 結果大老闆 就是我等一下會第一次跟他排大班的那個大老闆 就認真在看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監視器耶 就是監視器的那個畫面 然後他就這樣看了昨天整天耶 很認真看喔 然後臭臉看喔 可是他看到我就是還是會微笑打招呼 但他就是臭臉看 然後你知道我就想說 還是寫是我投的 其實小偷是我 就是你知道我就很怕自己有其另外一個人格自己不知道 然後自己另外一個人格在那邊投東西 然後這就很像那個就是我們去超市購物 然後明明就從中沒有買然後走出去有沒有 就覺得說 等一下會不會逼啊 就明明自己沒有套東西 但就是會 他剛才密我的時候我真的是好開心喔 但是也不能怎麼樣 也不能表現出來 然後就是覺得啊如果早一點去可以跟他相處當然好啊 但是也不能太明顯 如果譬如說你看我現在如果是3點半開始 3點半 4點半 5點半 6點半 7點半 8點半 9點半 10點半 我等一下會跟他相處7個半小 然後7個半小真的是很多 如果很有互動的話 可是就是很怕說啊我現在很期待說啊7個半小 結果去了之後就是什麼也沒有發生 那種的是那種失落感會更重更反抬 我還是先我先我先全部防曬全部擦完好 我不知道我以後會不會一直在Vegan那一家 因為如果他現在發現我蠻好用 或是我隨覺都可以隨到的話 我不知道會不會就是讓他覺得說 還是就把我轉到那一家店 轉到那家店唯一的缺點就是真的很遠 就是走路有點走道 其實可以走得到啊 只是沒有像我現在在做的那一家店 這麼好掌握時間 那比較遠 而且他的另外一條路可能比較不是大馬路 那這樣子就算Google Map跟我講說 走只要走35分鐘 但是我可能不會選那條路啊 我可能還是會選大馬路 然後大馬路這樣走下去可能就要 45分鐘 50分鐘之類的 然後這樣我就要依賴公車 可是公車不是那麼好依賴 就是這條線就是 不是往市中心的其他條線都會很難依賴 那市中心的那條線會相對好依賴一點 翻是比較多什麼的 好我擦完了 我現在來貼點皮貼 然後昨天發生超好笑的一件事 哦 昨天我不是在那邊錄那個 我在那邊擦杯子嗎 我跟你講 我真的不行耶 就是 你知道那個那個狀況是怎樣嗎 是台灣大他說 因為我昨天就是顧吧台 因為我要練習什麼 可是昨天剛好飲料需求很少 所以我就站在那邊 然後他就過來說 哎那你把那個杯子擦一下 就是要每次找事做 我真的不行耶 而且他讓我用餐巾紙擦那些杯子 把那些當污點點什麼都擦掉 我覺得超沒意義的 因為你現在擦了 你到時候碰了又會當 然後你碰了之後你又再擦一次 然後在那個就是送出去之前 就是擦最後一次 那不是才對我用嗎 那我現在在擦是意義是什麼 是要加快流程順序嗎 我自己也沒有當過酒吧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大家的那個 大家都是怎麼做 我真的不行耶 我真的最憐裝滿 因為主要是因為我們那個 代辦事項表全部做完了 而且呢 我這個禮拜就是 一二三五都上班 所以很多代辦事項都是我做的 而且我不是說那個刷廁所那個也是我做的嘛 刷三間廁所那個也是我做的 就是 我就會覺得說 喔所以現在是 代辦事項做完 你還是會硬找東西給我做就對了 那這樣我也不需要那麼 那麼care的大辦事項 因為我當時做大辦事項的心情就是說 我如果早點做完 我就是可以早點不用 我就可以早點耍廢 你知道嗎 我的那個耍廢就是 站在職位上耍廢 我就是那樣 因為我覺得 沒有事情 就不要在那邊裝滿 沒有事情就stop 就stop 他昨天那樣子我真的會 真的有點反感 我製作對視反感 我不會對人啦 因為我覺得他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 原因吧 因為他職位比較不太一樣嘛 所以他可能 而且我發現就是 大老闆就是 要訓話 就是輕微訓話 交代事情什麼 其實都是找他講 所以他每次在大群就是 會打一大段漏漏場的注意事項 比如說我們最近錢都還不見 我們最近Uber常常拿錯 我們 我們 我們那個 現在新換了新酒杯 我們以後不能太常滑手機 就這些東西 他大群都會打漏漏場 而且打的那個語氣很很直 然後 可是我昨天就親眼看到他是 昨天嗎 就親眼看到他是被大老闆 稍稍平穩的 就平靜的 很peaceful的訓話之後他去打那一篇 所以我就 我就比較可以同理他的 立場 所以我不會對人啊 但是我就覺得對事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最討厭這種 反正以後如果是 非大半事項下我做的話 我可能就會被動一點 就在那邊 散散慢慢 因為我昨天就有點被動 我就是 他就說他把上面的 懸掛的那些酒杯擦掉 然後我就開始擦 然後我擦完之後呢 我就說 我擦完了 他就說 那在那邊也擦一擦 就是 藏在 收藏在櫃子裡的 然後我就也繼續擦 就等他叫我才做這樣 不然我就是真的 我就這樣做 比如說真的發財 我就這樣靠著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 我就完全沒有要做事 而且 那叫什麼 他在示範 就是他說 他要示範怎麼用那個餐巾紙擦酒杯的時候呢 我說 哦 這樣嗎 然後他說 Yeah But better 他說就是要擦得更好一點 然後我說 哦 然後呢 可是他講完之後我也沒有很 很better 我就繼續 繼續你知道 隨便 因為我就覺得這不是 這我不行 這我不行 對 應該不會錯過公車吧 昨天那種就是多做事這一點就是又踩到我的極限上 對 但昨天有發現一件蠻好笑的事情就是我站在這裡 然後這也是收銀台 然後呢 那個大咖 就排班大家叫我擦酒杯那個男生在在這邊嘛 然後呢 女同事在在這邊 然後女同事呢 就 站在我面前 然後那也是收銀台 然後呢 女同事就開始 就是 撕他的背 因為他就看到他的背好像有黏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女同事就開始撕 然後我就看到他撕 然後我想說 那個好像不是東西耶 那個好像 那個好像是我們這一條耶 就這一條 right right這裡 right這裡 就是這一條哦 然後他就開始這樣撕 然後我們說 oh my god 然後 女生就說 女生就安慰我說 欸 沒事沒事 我這樣看這麼好 那種東西幫他試一下 然後結果我就說 oh my god 然後結果 他們 女生後來就是撕到一半 第一眼看發現 他在撕 他的這個 然後結果 我們三個就很低調的大笑 然後結果呢 我就 我就 眼看那個 台灣大咖的這一段哦 直接被撕到Q起來 就是這樣子 懸吊 這樣子Q起來 就被撕下來耶 就這樣停在半空中QQ的 然後呢 結果 我們就大笑嘛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留在半腿就這樣 這樣 就是 不想說是 然後結果呢 他們兩個就一直在那邊 折面說 怎麼會這樣子的事 然後女生就一直笑 然後那個台灣大咖說 剛剛我 他叫我的名字 他說 剛剛 他 已經說 OMG了 你怎麼還繼續死 然後 結果 女生就說 我以為他的OMG是說 哇 怎麼之類的 就是不是 對 然後結果男生就說 可是他已經說 OMG了 你怎麼繼續死 然後反正很好笑 然後男生就開玩笑說 這件是我最喜歡的T恤 之類的 蠻好笑的啦 蠻好笑的 然後結果後來他們解決方法是什麼 真的是 貼膠袋 我以為他們會把它剪掉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剪 反正他就是把膠袋貼起來 然後就把它 就是貼回來這樣 好笑 但我覺得昨天那個好笑程度啊 比 我們昨天表現出來的 好笑情緒還要高 對 就是我覺得 昨天真的超爆好笑 可是大家的好笑 就超爆好笑 但其實昨天大家表現的好笑 就只有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真的覺得昨天很好笑 我是不是因為 等一下要去見他 所以很緊張 所以我現在才畫那麼多 怎麼辦 要開始緊張了 我已經兩個禮拜沒有看他 但也不會發生 所以 其實這樣沒有用 然後明天要去看演唱會 So happy 但我心裡還沒 還沒整理 但也還好 因為在英國境內 我的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因為英國境內 再怎麼樣都回得來 只有坐一個晚上 真的還好 而且要說遠也 也還可啦 就火車 兩個小時 多 快三個小時 好啦就安慰自己 就是沒有 沒有天氣好的時候 去過星保那一區 因為我上那區是12月嘛 唉唷 想到他打工是因為要存錢 存個女朋友出去玩旅費 現在3點 剛剛司機 到我那一站之前 大飆車 就他現在GPS上消失一下子 然後出現之後就是 已經 提前的程度已經不合理 然後快到我那一站 然後我就跑起來 我真的嚇壞 但我剛才嚇壞 我也以為我會打不上 我剛才想說我要怎麼跟他講說 我沒有搭到 我想要走過去 然後請給我次數很強 我真的嚇壞 但他幸好有搭到 我進來 看到他沒有搭到 他跟我比個讚 他頭髮 他頭髮長長 但旁邊好像有小 但頭髮蠻高的 他現在 拿出紙煙盒 我真的 What do you mean? 現在是9點 半 幹我做超不開心 做超不開心 超級不開心耶 我等一下回房間大哭 我真的要大哭 超不開心耶 等一下我現在 3點半 4點半 5點半 6點半 7點半 8點半 9點半 我已經上6小 超市可以講 我要講 第一個 我被摸 被摸肩膀 然後第二個 欸好像 實在沒有 我根本在腦裡 一直在想 我要講的是 幹真的好扯 我今天的襪子很可愛 幹超爽 超爽 重點是 他 他 4點就走了 我現在只有憤怒 可是我剛剛真的超想哭 他 就是我一來之後 他就跟我說 他4點就要走 他教完我這些東西 他4點就要走 然後我3點半 大概3點25到 了吧 所以我跟他相處 就相處半個小時 欸這真的 好我現在又講不起來 我現在又有點想哭 但是我現在要把他的情緒壓下去 我現在憤怒比較多 但是呢 我 我剛 剛剛知道他這件事的時候 我等一下回去再 細細講 我這邊整個就是 感覺是飽含淚液 就這邊 完全就是好像 眼淚已經就是 儲存在那裡了 然後就是 一把他擠下去 就要噴出來 那種感覺 我當下真的超想哭 我不能再講我等一下 我這樣繼續講的話 可能 又會 有點情緒 所以我現在去 煩死了 現在就很煩 聽說10點半就可以不走 好像不是11點 那為什麼大家不跟我講是11點 到底 今天很亂欸 是因為清餐廳的關係嗎 因為今天才開第 第六天嘛 這周一開的 而且三個大老闆都在 兩個在內場 一個在外場 三個都在 幹 我都要講 我要去寫筆記 然後回去之後一個一個講出來 現在是 10點040 我現在被派了小廁所 好像是因為 就餐廳感覺很空 所以就應該不會 就是大老闆說可以開始燒了 那我真的覺得 這一下背感覺很 很不舒服欸 就不知道為什麼欸 就是 everything都怪怪 嗯 像 晚餐 他們現在都做好了欸 可是 也太早了吧 那這樣我晚上就要一直放 好 這是有點小 小便嘛 但是就會覺得怪怪 就是 感覺很多有程度 跟 命運家的餐廳不太一樣 就會覺得 10點21 好不快樂 真的好不快樂喔 怎麼在這樣 而且這門 你這個門 超煩 不是她 是她的兄弟姐妹 超煩 就是那些女廁 然後 儲物間的那個門 就一直在那邊 賭人 你知道嗎 我覺得總有一天會出事 總有一天會出事 而且 我希望 不能說我載 而且 我是在那邊思考 是不是要跟那個 台湾人講說 我載也不要 那今天要幫忙了 我 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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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